文菊同,一个终点又是一个新的起点,开始向新的目标不断迈进,也就在前不久杨子正式宣布跟签约的合作公司正式结束,而且各种迹象表明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,就是开始单打独斗了,毕竟已经接近30岁了,已经可以为自己未来负责了。 杨子是一个懂得珍惜和感恩的人,一个是感恩欢睿带领自己迈向了成功,一个是感恩父母是自己背后坚强的注实,让自己有了更温暖的依靠,以及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信心,小猴子一直都是这么优秀,成功是娱乐圈内的楷模。 那么最近杨子事业发展又迎来了新的高度,就是由他和王千元一起打造的基督题材的电影《烈独》正式在青岛开启,杨子、王千元、尚宇贤、刘敏涛一起出席活动仪式,还是一如既往杨子在舞台上显得特别的千功有礼,温文尔雅。 该剧再次尝试角色的更新和颠覆,多年以来杨子饰演了各种角色,比如在《香蜜沉沉浸如双侠女》,在《烈火英雄》中的《消防员》,在《女心理师》的《心理师》霍顿,这次又首次挑战《基督女警洛家》,也是备受关注了。 女警洛家卧底到制范集团内部,率领缉毒小组顽强追击毒犯的时候,也营救被绑架的小女孩的故事。 该电影不仅表现了女警的智勇双全,此外还有女性柔弱而坚强的一面,剧中杨子扮演女警,为了完成任务而打入内部,对于该角色的把握还是颇有挑战的,毕竟这是一个不同的角色。 而且杨子之前参演的角色以爱情故事的小女人居多,在《亲爱的热爱的扮演的童年》,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,《我的茉莉男孩》均为爱情灭心剧,而去年女性题材日渐增多,包括她和景百然一起打造的女心理师。 除了女心理师,余生请多指教,陈香如谢也尚未起目,这次跟杨子合作的王千元也是老戏骨,而且戴着墨镜,显得老道而又深沉,具备老谋深算的那种黑老大的气质,毕竟她的演技无可挑剔,令人佩服了。 当然还有一位老戏组就是刘敏涛,毕竟作为一个艺人刘大姐的演技大家给予高度认可,大家知道在《伪装者》扮演的《明镜》,以及在《狼牙榜》中扮演镜王萧景眼之母镜飞,让大家觉得记忆犹新,所以有她的加盟必然备受关注了。 此外更有趣的就是出现在《唐人街探案3》中的女黑客上雨嫌也亲历加盟,也让该电影多了几分乐趣,你们觉得怎么样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